明威和偏行器 现在谈到偏行器 就是绕过前身和守住 在头顶跟十二大关节 偏行器在关节 关节十二大关节 这个是关节 这个是关节 这是关节 还有脚 脊盖 这个都是关节 再次二关节 跟头顶 偏行器住在哪里 就住在那里 头顶跟十二关节 失荷叶 跳躍奔跑 撑脊裸坐 对 偏行器是在做这些事情 跳躍 你跳起来 或者你再跑 你举起东西 你坐下来 都是偏行器的作用 偏行器的作用 持核痛 如果有毛病了 就是头痛 所有的关节的关节痛 四肢关节痛 这个就是 它的产生毛病的时候的痛 会产生什么定 身中一切 热明定 你会得到快乐 跟光明 禅定的时候 会得到快乐跟光明 这个脾肌患 筋骨肢结萎缩 这个真的是大毛病 你知道那个 中风的人 到时候 他的关节会扭曲 就变成这样子 或者半身不睡 都会有这种毛病出来 他收缩了 肌肉收缩了 会有这种萎缩的现象 还有驼背 驼背 腰不能够挺直 每次都驼背 因为你 这个上行器 偏行器 偏行器 你走到背上 控制着背的 是属于偏行器 你就不能够挺直 修方便 也是一样 三种方便 像昨天我讲 互斥 今天讲到这里 修方便 也是如前 我们下期见 再见